請大家再次給予熱烈的掌聲 前頭的馬英九十一號出席世新大學 法學院與人文社會學院的畢業典禮 說了敏利學生要有不同的人生方針 來面對新階段人生 他也強調國家真正的實力在人才 也認為台灣的教育 還有很多需要改善的空間 並且針對目前蔡政府推動的前瞻計畫 他也建議應該要投注更多的錢 在軟體尤其是教育身上 我們覺得能夠推動這個很好 但是我真的覺得 應該把多一點的經費 放在我們的軟體上 尤其是我們教育上 讓我們過去有一個五年五百億 已經不得了了 可是你看看人家大陸 發展北大清華 新加坡發展新加坡大學 然後香港的大學 他們的情況你就知道說 我們距離人家真的還蠻遠的 現在香港大學 幾個大學都一樣 他們一個教授的待遇 是我們台灣教授的四倍 他們就可以挖到比較好的人了 我們很多人也被挖過去了 這個如果不改的話呢 我們真的將來 本來應該是我們強項的 會變成我們的弱項 這個政府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我們當然是我們莫名的 就可以了 我們要去點餐